《梦想剧场》 《剧集角色新媒体指数简称剧角色指数》 连续两期 不难发现 石影 宋燕 人安了 寒夜排名稳定 而小编喜欢的人家伦扮演的 麒莲山也进前十了 这也能看出观众对这几部剧的喜欢 你们喜欢哪个角色呢 石影是肖战在《玉谷瑶》中扮演的角色 小编觉得 他的颜值太养眼了 他的古装就是仙气十足的 随着剧情的发展 灭情也要来临了 看住他受伤 小编也觉得心痛 这部剧小编非常喜欢 这个角色小编也非常喜欢 看住他一直稳居第一 小编觉得是实至名归 宋燕是洋洋在《我的人间烟火》中扮演的角色 他塑造的角色是刚毅的 是充满男性魅力的 而且这样的角色特别正能量 消防人员的无私奉献 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宋燕这个角色也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小编也非常喜欢 任安勒是迪丽热巴在《安勒传》中扮演的角色 可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女性角色 她的复仇计划是让人佩服的 她的两面性也是让观众感到惊喜的 她在太子寒业面前是搞笑成分居多 可她认真 冷静起来后 又是那么有主见 期待她带来更多惊喜 寒业是龚俊在《安勒传》中扮演的角色 她是一位太子 当然安勒提出要当太子妃时 她感觉是荒唐 可随着两人相处 她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女匪了 这个角色很有特色 龚俊的颜值也是让人喜欢的 让小编意外的是任佳伦扮演的奇连山 这部剧小编一直在追 很喜欢 任佳伦在剧中也是扮演了多个角色 奇连山是有点搞笑成分的 剧本中的角色又是各有不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角色排名有些往后呢 不过好在最新一期中 奇连山排名第八 进前十了 小编看著也很开心 小编推荐大家看这部剧 很好看 剧集角色指数 时影 宋艳 人安了 寒业排名稳定 奇连山进前十 你们喜欢哪一个角色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小编 小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